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帆 专业做白酒团过和配发 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本期的视频 很高兴的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给大家对比两款产品 一款是梅雕的墨浴 还有这款是真酒真实 这两款产品的产品定位差不多 市场价位也差不多 很多朋友们问我这两款产品哪一个好 哪一个酒质好一点 其实呢 这两款产品的机酒年份差不多 就是五年八年 这么一个机酒年份 相对来说 酒质上应该也差不多 今天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两款产品 从包装上来肯定是真实 是红色的包装 更喜庆一点 墨浴这个绿色的包装 显得更加的沉稳一点 真酒真实是2019年 刚刚上市的一款产品 这款产品呢 应该是定位一个喜业用酒的产品 总装上酒质也不错 也非常不错 加入十年老酒不调的 墨浴这款产品是一款 当时啊 现在因为没叫呢 还有一款更高端的酱酱性白酒 这款是仅次于那款四高端 当时呢 这个产品也是没叫最好的一个产品 因为今年刚上市的一款新产品 这款产品呢 确实性价比非常高 酒质也不错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酒瓶的一个颜色 非常的直观透明的瓶子 我们来品件对比一下 相对于没叫这个品牌呢 可能没有真酒 品牌知名度高一点 在酱酒的地位上呢 这个真酒的 相对于一般有机会更好一点 倒入酒杯的话 这两款产品的颜色就差不多了 区别不是很大 真酒的香气还是非常细腻柔和的 这两款香气差不多 没叫的香气可能稍微突出一点 真酒的入口这种 醇合度还是比较不错的 尾端略微有点苦 但是这个酒铁的灰干还是非常快的 下咽这种感觉比较舒畅 总体的风格是比较协调的 这么一个酒铁啊 江一百游有的是入口火 不断发苦有的发端 那相对来说都是看回甘 这个酒铁回甘度 尝一下这个没叫的这个墨浴 这个墨浴相对于真实的话 我个人感觉 呃 前段 入口前段那种感觉 就是酒铁这种 感觉不如真实这个好 但是它尾端好 它尾端这个入口这种感觉厚重度 酒铁的厚重度也好一点 然后这个回乡这种啊 嗯 回乡这种焦香 留下重点 这个酒铁也不错 这两款产品属于同级别的产品应该是 价格差不多 嗯 通过酒铁的对比上来说啊 也是相差不是很大 所以呢 这两款产品 这个个人感觉吧 嗯 还是看这个 个人有意向 因为这个毕竟百人百将 每个人的口感都不一样 对一款产品品贱体验的这种感觉也不一样 因为这个真实呢 也是偏于一个像 啊 喜业用酒的一个感觉啊 嗯 这两款产品都不错 都挺好的 作为平时自己喝啊 酒量酒的话也可以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两款产品 真酒真实和没见到墨浴 啊 如果各位有什么想法 或者意见的话 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留言 也可以私信我 非常感谢朋友观看我们本期视频 啊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